如果一年的收入破百万 您还会想创业吗 这个湖南餐厅老板娘就很出人意料 她在大陆曾经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 开餐厅当老板 来到台湾之后 靠着美容做脸 每年也能赚进上百万台币 但是她坚持另起炉灶做餐饮 就在灶台前面油腻腻热轰轰的 但还是乐此不疲 这约莫是疫情以来 最令人期待的场景之一 新鲜烫口热腾腾上桌 你们的剁家鱼头来咯 长得很久了 很久没吃到这样 感觉好感动哦 好想哭哦 因为我们等好久好久了 很久没有这样热腾腾的吃了 平常都是叫外带啊 红火彤彤非常热情 热辣红烟豪气不满 乍看春色都要冒火 老汤还是一口接一口 豆椒是我们必备的东西 每一餐都是必吃的 它是配方神器啊 我每次来 是少凉到少碗米饭 回台湾会入了早饭 搭着肉干紧实 脚滴滴的大头帘 在湖南是过年必备年菜 习近洋洋的跨海台湾 照样是气势如虹 他是台湾人 这吃到我的鱼头 我都是好惊讶 然后他就点了十费 拿回家送朋友 可大头帘不只台客经验 唐燕子也非常满意 因为台湾养殖产业发达 就算是淡水鱼 照样天生立直不带土气 还有后续雕琢 不让懂鱼的台客挑剔 台湾人很棒 台湾人对吃得很讲究 黑膜一定要去掉 然后我会把大头帘的那个 牙齿去掉 牙齿是整个鱼身体 最新的那个部位 它不是泥土味道 是鱼本身的腥味 一定要处理非常地干净 说菜做菜有模有样 站上招台拿起大锅大铲 更能看出功力 火气奔腾面色不改 因为唐燕子在湖南 当了近十年的餐厅老板 我们灶台同时有三个师傅在炒的 所以我们就整个桌上 就摆得都是鱼啊 天几十个吧 人口多嘛 翻桌率比较高啦 别看他秀秀气气 其实性格非常叛逆 当年在湖南学的是管理 偏偏抛下铁饭碗 坚持单飞开餐厅 其实在大陆我也是公务员啊 我做办公室啊很轻松啊 可是我在大陆做餐厅 人家也是问啊 你为什么想要做生意 做餐厅 我就想要做餐厅 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也许讲得不好听 我上辈子应该是厨师 就很喜欢炒菜啊 在台湾事业轨迹再次复制 明明是零友执照的超人气美容师 却宁愿放弃客户原脉 以及每年上百万的收入 另起炉灶 做美容业做得好好的 我们生意还很好 可是那个时候老门子 就一心想要开餐厅 然后在我的美容店里面 我常常做我的香菜给大家吃 然后大家就说 哇 香菜好好吃哦 让我更加有 想要开香菜的冲动 趁着做点的同时 调查台客的辣味指数 就怕湖南怕不辣的滋味 辣跑老饕 潮天椒 蒜头的比例都有台客特调 我的潮天椒 它只放三分之一 大辣椒放三分之二 对 然后我会比较多一点的蒜头 台湾人对蒜头的接收度很高 反而大陆还好 所以我用蒜头去用的比较多 当年拨蒜头是十几个同事一起动手 蒜瓣脱模一半一半都靠手工 速度远不如菜刀拍一拍 但为了不让点点滴滴的蒜汁流失在砧板上 只能忍耐 刀拍很简单 拍一拍以下就好了 可是它拍的时候蒜的汁会拍掉 它的辛辣味就没有那么的香了 就像人家剁辣椒 人家用机器剁 跟我们用手工剁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因为机器剁全部是融融的 都会融掉融掉的 就怕机器满力让辣椒皮肉分离 唐燕子坚持以老派的手法温柔下手 毕竟湖南是产辣椒的中年省份 平均一人一年吃掉38公斤的辣椒 研制手法多样而且很有讲究 湖南辣椒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产源地 湖南辣椒 所以说大家都吃辣椒 喜欢吃辣椒 辣椒配饭 泡椒又是另一种烟法 经过烟泡刺激辣气 与光彩色泽一同吞去 泡椒的气息转为浓重酸香 是湖南炒菜的基本调料 唐燕子也经常拿来炒牛肉 蘸得满手又腻腻 做脸当然简单啊 做脸你只是把客人脸部的保养 跟做菜的那时差很多啊 那个手保养的很漂亮亮的 可是我在那厨房切菜做菜的时候 我会感到很开心 我没有觉得它是很有利利的 我觉得炒菜也是一种乐趣 我历来游里去也很考验体力 厨房里热气蒸腾灰汗如雨 同样是创业远远不如美容师优雅惬意 唐燕子却是乐此不疲 有时候炒菜旁边的蒸笼 真的自己一直在忙 有时候会有晕倒感觉 可是想一想呈现给客人是很美味的 你那种成就感是跟那个美容 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 从美容师到大厨师 唐燕子再次为自己打造火辣辣的舞台 又在两岸的老汤面前都厌光四射 香气四溢 学习不间断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升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同时开启小铃铛哦